不说了吧 你们俩现在怎么着 父母现在见过他没有啊 我特关心这个 父母没有见过 知道他是哪人吗 还是山东小伙 知道 然后后来因为要讨论 结婚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给父母说了这个情况 父母一听就说不同意 就说连见都不要见 就是强烈反对 那我分别来问啊 你大学毕业以后 打算怎么规划你自己 去哪工作 接了以后 我也可以去我的国家 如果他想我应该留在中国 那中国也可以啊 因为当时的话 我们两个讨论过 然后我说 我不可能跟人去国外 然后他说 那我可以留在国内 然后说咱们毕丽叶结婚 因为他跟他父母说过 他父母说 同意出一部分钱 然后让他在中国买房子 但是他是那种 个性比较要强的嘛 然后比较独立的 他说他想自己打拼 自己挣钱买房子 这你能接受吗 我欣赏他这种 独立的个性 但是我说实话 我有点接受不大点 因为他如果说自己 打拼买房子的话 又需要奋斗几年的时间 而我 今天你们俩为什么来 我今天来 我是想结束这段感情的 你不想跟他分手是吧 对 我不想和他分手 愿意留在中国吗 可以 如果他想留在中国 他想我应该留在中国就可以 只要他跟你结婚 你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事情 不出国工作 留在中国 可以 挺好的小伙子 怎么了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他想自己 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买房子 但是这样的话 就又会奋斗 合着你是因为房子 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 如果是因为房子 我说我们两个 可以一块儿 共同努力 去创造咱们两个 更好的未来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年纪大了 我想过安稳的日子 我父母给我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我父母真是天天在家 给我拍桌子 砸椅子的 我觉得 我也觉得他们也是挺不容易 因为我父母也是为我考虑 他们想说 如果说这个男的 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保障不起你们两个 但是那未来的话 那你跟着他 你会受苦 还有我朋友也说 就是万一 他拼搏两年 他事业有成了 然后 在我们俩再分手了 那我这么多年的时光 不也是白号了吗 也怕这个 哎呀 稍微烦